十明治 十连治这样子的需求 大家来听演唱会 烟火照放 那演唱会照唱 还是说只放烟火 不开演唱会 乌托邦的最东方 是日程的终点 也是全新的起点 这是我等了很久的舞台 这一晚一起迎接2011的美丽托邦 呼应中央防疫指挥中心 对疫情控制的最高指导原则 我们当然希望 所有的全国的朋友 都能开开心心的来听阿妹的演唱会 不过最近我们注意到 香港南韩跟印尼的疫情 似乎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台湾我们也非常密切的注视这个事情 包括台北市柯批也讲了 只要本土案例超过15人 他们的大型活动就停止观众入场 在台东这样的机率不高 可是我们不能掉以亲信 不能提高警觉 呼吁所有的民众其实上网 上网的网站登记并不难 很容易 那一个人也可以带四个带五个 那或者亲的亲朋好友 来帮你上网登记 真的很容易 我们都实际操作过不难 我们呼吁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好朋友 都上我们的网站来登记 我们响应中央实名制 实联制这样子的需求 大家来听演唱会 舞台灯光设备非常的多 然后规模也很庞大 那12月20应该是最后的一个dayline 那我们会跟阿美团队密切来注视 一起共同来宣布 那是烟火照放 那演唱会照唱 还是说只放烟火 不开演唱会 然后观众要不进场 保持在多少距离以外 那这个我们会在12月10号 跟12月20号 来做一个公开的宣布跟呼吁 我们在现场设了三个 主要入口的管制站 会有我们主办单位 会同卫生局 一方面提供这个 喷手酒精 然后提供口罩的服务 民众可以最好自备口罩 如果没有 我们会提供口罩 那在这三个入口之外 当然我们知道国际地标 有很多自由空间可以进入 那我们尽量的劝导 然后不定时的抽查 看看民众有没有上网登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